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0月12月24日 这是今天的第一场诸报典灵节目 前天政治局开会 这些店小二们 互相之间发生了争吵 他们在肯定习近平的同词 吹捧习近平同词 互相指责 这一点怎么看出来的呢 你看到今天的报道就知道了 他们争从内斗 冷然非常激烈 围绕着什么呢 围绕着所谓的生态环境问题 因为他们如果 谈着外交 谈内政 太敏感 我估计他主要是围绕这个 关于环保之后 先是吹捧习近平生态文明 指示多么的英明伟大 看今天新华社已经报道出来了 从这报道当中推测出来了 这个习近平为首党中央 把生态文明建设 作为关系中华民主 永续发展的根本打击 对吧 昨天台会的公司 实际上已经暴露出来 新华社也是报道当中提到的 就是福建省 也就是在习近平老巢 这个十几个 数十个化工厂 根本不理博物院的指示 污染环境的问题 非常严重 对吧 那么这个他不可能把老头 对着习近平对着蔡奇 那么这个博物院系统 就是李强前头 听见没有啊 李强和蔡奇之间的矛盾 拿到这个常委会上也就了啊 那么习近平也乐于看到 爹小二买互相斗 他就不希望他们团结起来 团结起来对付自己怎么办 所以这是要争从内斗 那今天看出他们斗的结果 斗出结果来了 怎么看出来你看 李强站在上方 因为今天这篇文章提问是 新时代新增成新美业 以制度力量守护 绿水清山 制度随制定呢 他这意思是习近平制定 习近平没有问题 英明伟大 主要是我们没好好地遵守这个制度 随制度就遵守比较好的 比较忠诚 来浙江临博市 看见没有海蜀区的岳湖自派 描写这些老百姓三五成群 父老邪幼在这边玩 在湖畔小座享受着江南的和谐的结果 看见没有 这个李强的老曹 比李强搞得好 那么你再看下一题 证据委员当中还有 常委当中还有一个人 也挺厉害 他手里掌握的大签 那是谁 大家想想 那就是这个李干吉 对吧 所以在这个文章当中 你还提到山东 这个 一些成就 的确是 大家想想这个 今天提到山东太安 看见没有 安阳县 这李干吉的老曹 实际上不是李干吉干得好 是李干吉手里现在掌握了组织的大签 松组务部 对吧 当然这个陈希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对 另外还有更重要原因 清华帮站得上 是吧 现在陈希是习近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幕僚 很多点子 坏点都他处的 就李干吉是他的小兄弟 你看 你要想花钱买官买官 你必须要搞好和这个李干吉之间的关系 对吧 所以你这个内斗 看来李干吉站得上 不要以为他今天是松组务部长 后台够硬了 已经看出来了 是不是啊 那么后面是象征性的 具有欺骗性的谈一谈新疆和西藏 讲他生态环境怎么好怎么好 原本他就好嘛 那地方他开发的不够 是吧 你想西藏 这个新疆 这个被中共这些各级官员 就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发展经济 毕竟的力度低一点 是吧 这一点都不奇怪 你不给不管随随 这里都一样 你通过这篇小文章 因为新华社的文章 可不是一般的文章 他肯定这种去做了决定 这两个典型 好的表扬表扬 这个时候没提谁菜鸟 是吧 福建吧 就是这个 这个菜鸟看来这一次 这个所谓民主社 社会会被逗得很惨 是菜鸟 所以外界 猜测了是吧 应该没什么大错 这今天非常重要的议题 从这里推出了很多道理 推测出很多道理 因为他不可能 官媒公开的披露 他们之间 没有什么事争吵不休 谁炸了啥 他都不会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 这是今天非常值得 关注的 另外 李强 终于是 这个 到这个 地震去了 第一线去了 叫马后炮 干肃和青海地震 以后 过后了 没有什么安全的威胁了 那么他想 防造防造 温家宝 到底去忽悠 另外 也是因为开了证据会议了 我估计 证据会议次后 就可能 怕这个习近平生气 因为这要戒约 你不要超过习近平 习近平不敢去 如果你第一时间就去了 习近平有意见怎么办 你来会议上讲一讲 大哥不想去 他哥该随我亲来 人们都说咱们海外运 都说咱们不如温家宝 咱也不能太落后了 大哥可以说 好去吧 是吧 你看 李强 这是第二题 其实是第四题 新华社里又闻了 李强来到了灾区 李强讲不讲是来了 来了以后 你看旁边那些官员 都穿着制服 制服都是一样的 你看 连制服这种棉衣 棉衣挺漂亮 估议都是统一分配的 官员有特权 到任何时候都是这样 你看后背这一般人 向李强汇报工作 李强也没什么时候 只能是这个 大话套话谎话就这套吧 什么老百姓有地方住有饭吃乖动 大家从这个今天这个报道当中 就看出了好多问题 也就是中国这个所谓的脱贫空间 并没有想外界 学生那样 今天海外 新头科有一些味道 谈到了这个李强和清海 到清海干素来的情况 下一场可以谈一谈 你再看第二题 第二题是吹捧一带一路 二三年版出版发行 出了一本书 这个人民日道今天是给这个发表 头版头条上去了 一带一路 新领域硬着头皮 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 这个和平年代这一带一路 事就是一个什么的 经济群队 被B站做好了 准备了 想到一旦开党 这一带一路沿线这些国家 不是中共的一些大脚势 一些前沿阵地 可能就开始干了 他这是准备的叫国家战略 还是有些想法的 当然中国现在军事上 原意不入美国了 就是为一个海外军事基地的 技术体赛 就是靠减载的云长 云长那个地方 那么今天关于国际气氛 今天非常敏感的 那就是关于台湾问题 因为台湾拿起来 马上就要到了 那么中共企图 介入台湾选举操作 虚假民调 一周内发生良情 这是美国最近就有一个披露 一名涉嫌捏造 总统大选民意调查的 涉案人士被抓了 台湾据征办的检察官表示 此举目的在影响台湾民意中的大选 这已经是台湾本周 第二期政客 有亲人士 这些伪造总统 选举民调的案件 因为1月13号大选 没几天了 到几时 那么中共现在焦虑不安 他们要硬着头皮想办 把国民党逞上来 因为国民党相对来讲 比较好白了 因为马英九干了八年 那个时候国民党 通过经济生意 到中国大陆来投资 很多台上有八年 控制在中共手里 中共这一次封年过节 也可能要发一些路费 要搞一些名堂 让这些企业的 台湾老百姓把票偷给 安德州公安党的想法 统战的办法 票偷给国民党 同时呢 还搞了一些 搞了一些 一些收买这些 这是其中的一个案例 这里讲到了 台湾三联集团执行长 同时也是台湾中华民主志工党的 荣誉主席徐兽东的案件 这等到下一场再讲 好 那么在武装阵 武力阵势方面 今天海外媒体也报道 中共军机这个扰台 力度又增加了 这是今天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 等到这个下一场 详细的介绍介绍 这方面消息啊 网上是非常非常多 在这两天 因为台湾电视台 每天都在报道 那么在国际新闻方面 还有发光有问题 美国加强限制由 中国十月份 十月份进口荷兰芯片 这个制造设备 集中的设备 证明他们什么 他准备自己搞了 自己更生艰苦奋斗 但现在不能艰苦了 你必须从荷兰进口光刻机 没有光刻机都白扯 今年十月份呢 南华早报道了 中国从荷兰进口的关键芯片制造 光刻系统的价值 激增了1050倍啊 表明在美国收紧 出口规定之后 从我国内半导体公司 尚未被切断 接触某些先进设备订单的渠道 这是今天一支非常大的一个消息 这条消息表明 中共准备长期的和美国进行抗 习近平有习近平的想法 习近平的奴隶算盘是 你限制我的行片 我自己发展 当然中国国有很多科学家 还是很聪明的 所以他现在很着急 多做设备 然后他自己搞 这是他的一个想法 那么今天这个突发新闻 今天也有 山西又出了一个大事故 一个出租房内29人中毒 匈医详请公布了 这是孙方王报道的 这是23年12月16号15时 山西太原小店区 南畔社区一个出租房内 忽然间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故 事故造成了不少人 29人受伤 应急管理工又开始自我表现了 这个消息等下一场 也可以详细介绍 这说明在中共的领导下 官员们是不负责任 你出了问题互相诱惟 每一次出了问题都是做作性 然后事后一切都不怕 这也是常态 这和政治体制有关系 为什么呢 和官员不是选的 是官员上级领导任命的 所以这个 肯定他们杀了以后不会 就这个全境全境的人 你服务 对不对 各个都是官僚主任 各个都学习协和性 吹捧西民 才能胜过而发尘 你看今天新华社 回到新华社第三题 崇文总书记的诗篇信念贺词 为英雄自豪 在吹捧解放军 准备打仗 因为在国内的经济 现在一塌糊涂 如果撑不下去了 可能就要打仗了 你看今天万维网人一提 临终敲响了 如果撑扛不住了 中国经济呢 持续激发不振 这个近期中共多个省陆续 在会议中 谈及过几日子了 12月22号 中共离财政部的会议通告中 有六次出现过几日子 就勒紧裤刀店 没钱了 不能向钱大握大脚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去年会议通告 仅日子只出现一次 今年六次 中国经济大萧条已经降临了 你想12月22号 在北京举办中国财政 财政工作年会 这个通告当中就讲了 坚持党政机关过几日子 提值生效 主要在落实过几日子的要求 立行什么呢 揭约健全过几日子制度 严格过几日子执行 强化过几日子的建设 你看一再强调几日子 特别是在浙江 浙江也提到了 浙江是经济排名全国第四 除了浙江 另一个大省江苏在19号也发了文章 要过几日子 题目就要过几日子 这说明什么 说明现在压榨是我的名称名稿 压榨不少 出来多少了 捉紧见肘 各级关于火候不安 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发生这种动荡 一定没办法 就可能叫打台湾 打台湾 这个就是这样讲吧 哈利木一个是什么 转移国内的矛盾 你看今天海外外卫网有一期 这是他转发是TVBS的新闻 前国台外主任站出来说话了 如果赖清德上台 不排除军事冲突 那中国也是和其他国家的政调一样 在位都不敢乱讲啊 推卸了以后可以互讲啊 那么这个人肯定也是中共授权 他才出来发表言论的 否则他就早死 中国大陆前国台办副主任王再熙 今日指出台独就是战争 坚持搞台独迟到会有战争 你看他用战争来威胁这个 台湾的老百姓 他说这个还指出民进党总统大选的人 赖清德是顽固的激进台独分子 这个他说呢 如果他上台 那么呢 不排除两岸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了 这今天相当大的一个新闻 今天刚才讲了一嘴 实际可以再讲一下 就是什么呢 台湾发现十一架次中国战机和移民 气球穿过海峡中线 台湾国外部12月24号 今天24号 他24号就是25号 23号 说在24小时内 增测到了11次 这个中国的战机和一枚气球 穿越了海峡中线 台湾总统府和议会选举在即 中国武力威胁被认为是可能影响 不分选民情绪的这个就一个因素 这个文章介绍 这是自昨天早6点至今6点 一共争得了中共的军机22架次 其中十一架次穿过台湾海峡中线 延伸进入了西南空运 并发现七艘军舰 还有军舰呼吟在水面上 底下有何千亭说不定 你也不知道就是是吧 出现在台湾周边地区 台湾公布的航海 这是航地图显示 分别有四架次是歼16战机 两架次歼10战机 还有两架次歼11战机 还有一架次运霸反潜机 一架次运霸 远干起 还有一下子空警 500预行机都绕过了海峡中线 并巡扰台湾西南空运 另外台湾军舰还发现了一枚 那中共的探空气球 那个探空气球 像美国也对待美国一样 越过海峡中线 在基隆西北九十七海 高度约两万沉下 谁在台湾 这个天顶人大眼睛 向东飞行 飞行 并于上午10月35分一小时 那什么意思 这是台湾 你把选票选业国民党 同意国民党 我们好高一国两制 好高九二共生 否则的话 我们要开打 12月24号台北报道 随着1月13号 总统议会选举的临近 中国一直驾向在台湾附近的行动 中国声称台湾是自己领土 过去四年来 台湾多次抱怨 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 这是今天海外的 这个放股的一条消息 讲到这些事情 可以看到他现在的形势 非常的危急 于此开始秀解放军 为英雄自豪去讲解放军 这是吹捧党内的军队当中的 那些所谓的英派 英派就以和威东为首的 躁动不安 想打仗 建功力也把台湾拿回来 一边证实自己有能耐 这是今天很重要的新闻 你再看下一期 赵乐际 赵乐际出来围绕着中国 是现代化履知尽责 相当作品 这是今天也是吹捧习近平 要学习贯彻习近平的一个指示 什么指示呢 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之人 世界都是大富有 习近平说人民是江山江山 他坐在江山上拉屎兰鸟 他抓了 拉了十多年 和中国搞到今天的成果 完全是扑折 你看下一期 中国积极应对极端天气 极寒天气 张写名声温度与力度 谁是吹牛皮 你看那个甘肃 这是第一阵 老百姓冻得很苦 老百姓住了住的破炸 包括今天早晨 你看电视的辉煌 李克强到现场 老百姓一碗一口就 煮的汤 乘出来 小孩穿的衣服 老百姓住了那个破房子 你看一看 你才知道 他有钱搞一带一路 他没钱解决老百姓的 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 这都是政治体制的原因 你看下一期 204名地方党政一把手 因耕地问题被追责问责 你看表面看好像是 讲土地的事 是吧 中纪委 监委 西松 督办 66下耕地为己 结果一看 全部指向了共青团外 胡蒜华 胡蒜华一直管三农 你看 外域开展乡村振兴领域 不政治说 腐败问题 专项政治的理解 因为有些官员 他没他没啥 你找不到查怎么办 从这方面给你找 是吧 你工作做的不好 你这个在这个乡村振兴方面 做的欠缺 你这个搞了行事主义 官僚主义 把它折扣 你看等等 以权谋私 当然也讲了贿赂的问题 这里面讲 就是批评教育的378人 你实在抓不住法理批评教育 运用第二种形态 处理319人 运用第三种姿态处理23人 第四种才26人 他可能根据询解 有些人判刑 有些人撤职查办 有些人训斥等等 这其实也是内斗 那么你再看这个 关于极石山地震 这里讲的相继情况 媒体都已经报道很多了 你不可以看电视节目 出去多讲吧 下一题 中国调研型长城片 这是吹起吹捧了 土门成的热门 吹捧中国的经济形势 是一片大桃 你再看下一题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 未应冬季呼吸道疾病预防防治 现在就患病的儿童很多 成年人也很多 医院都爆满了 罗葬场又开始热闹起来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这个国家治理前一塌糊涂 习近平的这些马匹青们 都把精力放在这么摧捧习近平上了 没有人真正办事 只要敢揭露官员的腐败 或者批评官员 就会受到追查 甚至受到这个关到监狱里面 把你关到监狱里 昨天今天 昨天邮件大新闻 司法系统的 传北京律师团 接国企与司法一案造特派 就是你批评习近平 对手啊 你不批评习近平 批评小贯条下边 同样威胁 这里是北京有一个律师叫 叫中文律师事务所 律师叫轰志涛 给大家看 他昨天在网上发的视频 向自己目前逃亡的这个处境 当大家看到这个信息和视频的时候 我可能造六盘水 六盘水是贵州的 对吧 这个政法系统的客态而牺牲了 也可能受到不 不白自愿 被污辱而刺伤 或者被六盘水政法系统非法器 都可能 不是委员从天 侯智涛 发了个小视频 为什么要对他 为水赌击开抓的 六盘水 地区 区域性的 六盘水叫水域区 下面一个区域 有一个地方性国际 它才是一个区域级的国营区 就和水城区法院 经常请法院吃饭 你看法院那些食堂 都是地方官员 为民营区域前站队的 连大连过去不都说干净去那些民营区域 你动不了他 你告不了也杀不了他 他那个食堂 常年 赞助就是检察院的食堂 给他们修的什么 如沙什么 什么都设备 现代化设备 然后 风年过节 鲍鱼海参打下扇背 就往上砸 你告什么告 叫吃哪 吃人嘴远 拿着手 手软 手短 他都一样的 这个刘潘水也是 就这个人遭到了这个 最苦的 12月17号 中国的国内的网站 叫B站 传的传的小影片 就猴志涛的求助 不知道现在这个人抓没抓 我估计大概 贵州省的地方官员 肯定要收拾他 贵州省官员后台应啊 陈敬儿啊 对吧 陈敬儿院长在位 虽然在这个证据会议上 估计是被斗垮那一方 但是人家B是跌小二 习近平是手些手背都是肉 人家B是肉 是吧 你也斗不过人家 一件一句话 人家就把你抓一起 你这个律师算什么 是不是啊 所以你可以看在中国内 也根本没有法律啊 法治还靠这个独立的司法系统 看加拿大就是这样 说你在这批评特鲁多 特鲁灯派王显红来抓你啊 谁听王显红的 是不是啊 你在看药文聚效里边 吹捧习近平 叫什么 人民领袖毛泽东 等多部影片才亲人拍过 为什么呢 12月6号马上就来了 说 据说习近平已经决定了 准备打算 带领这些六小爷爷们 随便占仰毛泽东的一种 是吧 你看毛泽前 唐先生不是封闭的 随便他们做好准备 怎么准备 现在开始探雷气 看到有没有人买底雷 暗杀了 是吧 把这个安全隐患 扼撒在萌芽当中 然后就开始去拜他 没说他拜他地业 被那是毛泽东给整 整的整惨 是吧 但是他不敢购服毛泽东 他就找那弱势群体 就是你们这些对立派 是不是啊 他学这个康森 把康森整的那套技术都学会在那 好多的整的这些其他阵 李克强整死了 心想太爽了 啊 这种心态 那少年时代留下的阴影 是吧 你看他吹毛泽东 搞这么一个影片 还有各级工会 积极开展 两节送文的 这都做秀 一到逢年过节 工会就来人了 给老外送的米饭面 所以说 送完酒吧 是吧 你看当年那个松任雄 在辽宁工作的时候 人群都不骂松任雄 松任雄 松任雄 越松任雄 所以说你不光要送 这都是表现 表演 你关键是叫什么 观影群众选取 有个条件 群众自己创造财富 就自己啊 你靠他奢侈的话 就是骗人 都积三胖 有时候就给个糖粥吃 但是你得喊积三胖 外需才行 是吧 你看下一个 涮管期下 扩大内需 积极财政政策 增发发展动力 这都秀经济形势 还有国家卫健委 全面加强产钱赛查 这是指那些怀孕的妇女 他需要酒菜啊 人家不生了 他着急啊 就搞这件事 你看 截止十月底 全国共实施城市更新项目 约6.6万个 就这样 城市化 还有这个国字重器 吹捧那些大型的国旗 航天科技方面的 空中变形金刚 性能到底多厉害 都变成变形金刚了 那些儿童数据都拿上来了 是吧 你看 还有下一期18项举措 加快内外贸一体化 助力企业在两次切换 这是讲这个内外贸的发展 防范应对低温余许的冰冻 北京全力守护民生温度 由于其民胡作非为天动人员 现在北京也冻得一塌糊涂 诸多是这个斗人员的 你看北京过去哪有这么大的血 那就是什么的 李克强死的太惨了 是吧 怎么可能游泳猝死 那习近平这伙人就把他干掉了 对不对 那肯定了 灵魂都是不灭的 是吧 你不要以为李克强死了就完事了 所以习近平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因为政敌看到他搞得这么狠 咱们也得搞过他 所以他现在整天荒荒不可重置 很危险 你看下一期 黑龙江供暖一线观察 因为黑龙江先零下大概三四十度了 你要到那个北极村 那就是四五十度 是吧 我曾经采访过北极村 他亲自去过 来个地方说心里话 你说的话不太好听 就撒尿 就成一根棍 是吧 对 这一坡就要撒出去 空中变成一棍 要吐台 你有的人就是不服吗 想拿着舌头舔一舔 变现干人 舔倒霉了 舌头就杀了去哪 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在那个地方 你要是没有取暖设备 立刻就完 说为什么要乌克勒 小乌克房 玩了很多柴火多 烧烧的通风 然后当地人为什么爱喝酒 你不喝酒 心中没有红太阳 是吧 都喝那个高度酒喝完 脸红浮浮的 心里热乎乎的 是吧 所以这黑龙江人 喝酒超猛 你要不能喝酒 让黑龙江的魅人大力 不管你讲什么 这些思想 那正思想 没有你 是吧 这都是和这个有关系 那南方天气热 西游华 你要水分逃出去 逃不出去 所以就喝茶 叫茶文化 北方酒文化 是不是 你看下一题 以赛 某城 以赛 以赛城 二三 赛事 热度 产生的深渊影响 这都是少些典型 吹牛皮 后面这些 我不去多讲了 我们来看看新华社 新华社 点开之前 看看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 今天多得稍稍 有一点和新华社 不一样 也就是他把一带一路 出版发行 这个放在头体 看见西 西平一定要把里面 走下去 搞下去 你看他里讲的有这么一个题目 新华社没有 全国法学院 深入学习 习近平二十大精神 法治思想 搞了个专题培训班 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以后就没有法治了 讲政治 讲忠诚 不讲正确 其实法院应该讲什么 讲正确 对吧 他不是 你看他搞个法治思想 研讨班 研讨什么洗脑 你看这里应该是搞不好是陈希推动的 有几个部门 中国法治办 中央法治办 司法部 教育部 中国法学会 你看 联合举办 学习习近平二大思想 法治思想 专题研讨班 首次对二百 六百二十五所法治学院 法学院 就全国人都有法学院 西中西脑 以后你们判 就按照习近平的指示 让判就判 是吧 冤家 村便利 这个你可以看 中国以后 麻烦了 特别等一旦开战的话 战士 他随时就不能给人加个罪名 哼一声 就给你抢鼻了 做到思想准备 这个很危险的 我们看看中西北的网站 今天 整的什么人 一定是对立力派 来了 这次针对了这么几个人 一个是汪洋 你看 广东省卫生建设 建立党组成员 副主任徐庆峰 这次肯定汪洋或者胡春花的地形 抓了 你看 中国远洋海运 中远海运发展部分 原董事长 抓了 你看 你注意他这个表述啊 这就两行字 但这两行字 足以看出名堂 辽宁省纪委建设委的消息 你本来是中远 你怎么辽宁省 这个人呢 发承他的老家在锦州 怎么看出来 你看 中国远洋海运 中远海运 张明书记 董事长 这官大了 党政一件条 你想中远是什么 你看那些港口无差 是吧 只是现在换了人了 换了西夏军了 这都是郭自伟的 简单讲 李克强就要先人了 是吧 说不定就李克强亲自 这个批条子打电话 他的职务 倒霉了 为什么现在是锦州市纪委参与呢 还原济是锦州 这人已经退休了 退休也跑不了了 他又怕了 他又退了十年给你抓回来 是吧 刘启帆在辽宁是瓦底三尺啊 正在整肃李克强的派系 这是其中的一个啊 内斗非常激烈 那么下一场 再和大家分享更多的报道和评论 谢谢再见